政府不敢谈的乡民监察院查给大家看 欢迎大家又来到礼拜一的乡民监察院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李明协 上礼拜非常重要的蓝白合作 终于进入了一个实质的谈判 也不能说谈判 至少大家双方黄金组合 就由国民党推派的金普聪 还有民众党推派 前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这一个黄金组合终于坐下来谈了 双方谈的到底怎么样 可是最新的一个发展 包括民众党还有国民党 各自都有提出了各自的一个立场跟看法 所以一边主张全民调 一边主张民主式初选 到底是什么是民主式初选 可是我觉得关键是这样 双方唯有共推一个 一组候选人才有办法打败民党 其实大家想一想 过去七年来大家生活过得好吗 最近一个礼拜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鸡蛋鸡蛋的问题 还有猪肉洗标签的问题 洗标签可以硬凹成 大家认为猪肉是这样 就说洗产地 美国猪把它伪装成加拿大猪 然后我们的卫福部可以讲说 这是标签贴错了 这不是洗产地 这不觉得大家觉得很夸张吗 所以在野党要争气 不然执政党就继续招摆 所以很重要的是 在野党怎么去整合呢 怎么对民众发声呢 所以蓝白合作 下一步该怎么走 我们今天邀请三位重要的来宾 第一位是在我们高雄参选立委的李明璇 哈喽 明璇哥好 还有所有的网络朋友大家好 然后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樊启明 启明 明璇哥好 各位网络大家好 然后接下来是民众党的代表 也是民众党的发言人宜萱 大家好 启明哥好 明璇哥好 明璇哥好 明璇好 大家好 好多名 希望真理越变越明 然后蓝白有明天继续谈下去 可是真的时间不多了啦 大家想想今天是十月几号 十月十六 然后正式登记是十一月十八 今天没时间了嘛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虽然上礼拜谈了蛮多的 蓝白前会前会 包括金普聪 包括珊珊 周瑜修 还有国民党秘书长 黄建廷 上礼拜六谈了之后 又会谈记录啦 发了一个声明稿 然后柯文哲提出了七点 然后国民党也做出了回应 包括总统要不要复立保院报告 然后国民党前半部赞成啦 可是对于要不要接受党团的 咨询包括一对一 那国民党是反对啦 然后还有包括 隔魁行使同意权 这一些 那国民党是认为 有现行的法律疑虑 然后还有 被除冻结考试院监察院 那国民党也认为说 这一部分 是跟现行的法令 其实跟宪法是有所争议 可是我觉得这些 都是比较技术性的问题 真正的癥结是在哪里 就说对于说要不要 要不要共推一组候选人 就说国民党是主张 采取民主式初选 就说也在全国22县市 73个立委选区 要设立一个初选投票所 那民众党是主张提出 五家民调公司 四化手机客办 采取一个民调 所以大家看看 过去不是有一个 日本的美食节目吗 要选哪一道菜 全民调初选 还是要选党 民主 全民调或民主初选 要选哪一道菜 我们先让公道部来讲好了啦 启明你觉得说 哪一道菜比较美味可口呢 我觉得大家各有所好 可是为什么在星期六那一天 两方的代表 要在福华饭店 一起坐下来谈 那我觉得按照政党政治的这个原则 民主社会 用选举的方式 我要维持政党的主体性 我去参选 我去选举 争抢总统大位 争抢国会的最大席次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合理 没有义务要进行整合 可是为什么要整合 那就是民众有这样的需求嘛 民众在民调上面 历次的民调很明显的 我觉得这个大家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有六成的民调是不喜欢民进党 那现在不能说下架民进党 因为用下架这个字 可能柯主席也有意见 那就是政党轮替 两方人马在星期六的时候 所有媒体关注这四个 这个所谓的幕僚的会前会 我觉得其实大家也有点尴尬 因为金普冲 我们还拍到一个漏网镜头 那安排的那个会场 也没有帮他找一个厕所 那他中途还出来上厕所 对 他那个厕所在外面 所以我们媒体还跟着他到处跑 对 就是一个很尴尬 你们本来以为他要尿盾了吗 没有啊 就是我们想说 一个重要的场合 应该在那个会议室里面 有前车有准备一个厕所 他没了 他出来上厕所 我们那时候媒体吓了大跳 因为是在饭店里面 饭店的厕所一般都是在外面啊 你好一点的包厢是有厕所啦 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 不过我还是要强调是说 按照我们媒体的立场 针对所谓的蓝白整合 在之前的一些蛛丝马街 我们就闻到虽然坐下来谈 可是就觉得这个成功的几率不高嘛 对 那怎么不高 我们有几个观察点 第一个我先讲民众党 民众党派出谁 黄珊珊跟周渝修 黄珊珊是什么样的主战派 主战派的大将 可是渝修是组合啊 我等会儿再讲渝修 我先讲黄珊珊 黄珊珊是主战派嘛 而且强调坚持选到底 然后包括了在谈之前发了脸书 在谈前的记者会 讲得非常的 立场非常的坚定 就是要用科学性的民调 要用辩论的方式来决定 反正他态度是很强硬 讲渝修哦 渝修跟他还蛮熟的啦 因为有一些私交 那渝修的背景 我猜我们在座应该都知道 他是民进党出来的 而且是民进党青年部的副主任 然后以前也帮那个苏巧慧 当过他的助理 他是苏系的人嘛 那我还记得很清楚 明天哥你一定知道 你以前跑国民党的 以前渝修是带着民进党的支持者 是有冲进国民党里面的 就是你派了一个主战派的 又派了一个民进党背景的 出来谈判 那你要透露出什么样子的讯息 我觉得大家懂政治的 应该都可以闻到一些不一样的气氛 那国民党方面 那国民党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啦 家大业大嘛 这意思大家都会背了嘛 14个县市长然后37席的立委 然后300多个地方的议员 你要他做副的 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有难处啦 对国民党来说 那国民党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疑虑 就是跟民众党之间跟柯文哲之间 有一些理念上的一些共识 到底有没有建立起来 所以你讲的就科期一点 跟国民党的回应这个 国民党就提到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所谓的国民党不会跟民进党合作 所谓的绿蓝合 所以他感觉就是有要逼柯文哲表态 不会有白绿合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可是 哪一点你看得出来 这是后来 之前啦 之前不好意思 因为之前国民党的一些 有个新闻稿 这个不是这个结论里面 是之前的一个在谈判之前 国民党就突然抛出了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新闻稿 然后让大家就觉得你怎么 这个时候讲到暗示是不是 就是民众党可能会跟民进党合作 其实这个部分 一直是国民党很大的一个疑虑 就是他们觉得民众党 会不会再度扮演关键性小党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就琵琶别爆啦 特别是在如果三党不过半 那总要把话先讲清楚 可是柯文哲怎么说 柯文哲他在昨天的这个所谓的共识 我不知道我们再列在这里面 他有提到他还是不排除 跟各政党合作的可能性 所以星期六的这场整合的这个会前会 我个人是站在泛兰的支持者的立场 是非常非常的忧心 跟对就觉得很难 就包括民众党派出了这些 比较主战的色彩 还有甚至余修的过去的 比较清律的一个色彩 所以你认为种种滴滴 看起来是不太容易 那宇轩你也是民众党代表嘛 你来看就说 当然刚刚有特别提到嘛 下架民进党跟政党隆替 到底柯主席主张的 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层次上的差别 那第二个 这真的是主战派吗 真的谈不成吗 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讲联合政府 这时候联合政府就是说 到时候不管是什么样背景 或者是政党的人才 只要是人才我们都会做运用 它的联合政府的概念是这样 那它倒不会是一面导向说 全部一定只是下架民进党 这种比较 我觉得它只是一个 比较字眼上面的诠释 一个是比较线缩型的定义 一个是比较广泛的 比较狭隘一个比较广泛 一个比较狭隘一个广泛 这是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给大家参考 那刚刚提到的这个三三 它其实所谓的主战派 我觉得它虽然说一路以来 连柯P都讲说三三听到要蓝白盒 它可能那个心里会有阴影 这是柯P自己讲的 可是其实我们在开会 三三都说我都没有小我 只有大我 他说我今天既然代表柯文哲 代表民众党去跟对方谈判 那我一定不会把自己个人的立场 放在前面 因为你说出来的话 你做的事情都代表柯文哲 所以才会说他在当天 他其实是非常软化的 我们认识的黄三三 他在那一天的这个表现 他其实是非常温和 而且全层面带笑容 然后他也觉得说 我们就是释出最大最大的善意 如果说他真的是主战派的话 那其实我们连那一天都不会去 但是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愿意坐下来 找到一个空间 然后大家这样坐下来 笑笑的还合照一张 然后彼此要去讨论的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就已经是释出非常大 非常大的弹性跟善意 那你说修哥 他是过去有侵律的背景 那越是因为他侵律 所以他越能了解民进党内部的腐败 所以他越能够去讲出那个大家 就是他反而是从了解中知道 我们要如何去突破 这件事情我倒是觉得他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观点去看待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当天的会议 还没有正式开始讨论前 我们先讲这个部分 大家一定都是保持着很开放的态度 那我们那一天其实是带着细节去谈的 细节 我们其实准备的细节 所以国民党那时候抛出了一个民主初选 你们是觉得有被突袭吗 因为我们本来大概设定的方向是 我们既然都已经提出了 我们想要的比赛规则包含民调 我们本来是讨论好 民调要怎么比 五加嘛 对 五加 然后大家已经或许甚至可以在当场 就讨论哪些 哪几加 怎么比 视话手机你们也可以提出 我们是5比5嘛 那你们要7三或是怎么样 大家 我们本来是认为说可以讨论这些细节 然后辩论的方向 你对方如果提出说我们不要辩论 那用证件发表会 因为很多人都讲说 你们其实立场都差不多嘛 那你们为什么要互相辩论 你们到时候也是一个骂民进党大会 那这个我也同意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变成是 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程序嘛 你可以变成一个证件发表会 让大家可以理解说 你在这块上你的想法 彼此可以比较 或是相同的地方不相同的地方 所以我们本来都是 就是连证件发表会辩论这些细节 要谈什么方向我们都准备好了 结果他们提出来的这个 民主式初选 民主式初选 倒是我们真的在当下第一次听到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 这所谓民主式初选 其实在谈之前一直有风声说 要比政党实力 其实我们一直听到很多外界的风声 包括赵大康董事长也都提到说 政党实力是不是也要纳入考量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 这是国民党他们毕竟 基层真的 我不敢说 基层真的有很强的实力 没有错 这是不可否认的 那可是问题是真的 如果说要等 进到所谓比政党实力 那其实就不用跟民众党谈了 没关系这个 民主式初选的实质内涵 我们等下再来讨论 那柯正宜后来有回应说 请贵党就是请国民党 重新思考全民调之方式 或提出其他具体可执行 可信赖之替代方案 就说你们对于民主式初选 是比较保留的态度 所以包括金普聪昨天也出来 开记者会 说希望还要继续谈下去了 不要这样就破局了 我感觉有点像说 我们之间是要 男女之间已经进入婚约了 说先好像在谈聘金 或在谈车队 或要谈哪一天要婚假这样 那现在好像说 有点说都谈不容了 你认为说还有在谈下去的空间吗 还是就是就卡住了 因为目前为止 他们提出来的所谓民主式初选 我们认为可行性不高 因为太过于仓促 其实那一天大家看到第三个 时程的部分 我们其实是按照我们表定的计划 是希望在10月31号前 要完成前面两项工作的 那就算以国民党他提出来 11月5号到11月10号之间 其实距离当天讨论的过程 也不过只剩下一个月不到 大概三个礼拜多而已 那在这么短的时程之内 我们其实每一次在考虑 下一步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会想执行力 也就是说你今天提出的民主式初选 你要在22个县市 73个区域立委选区 先设立投票所 我相信国民党有这个动员能力 没有错 但是你第一个他还要签 所谓政治理念的认同卡 光是签认同卡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讨论老半天了 这个认同卡里面到底文字上面要写什么 然后包含是说 他会一直去限缩掉 第一个你先让人家不知道说 我到底其中如果10点好了 认同卡里面有10点 就说他的执行难度啦 宇轩的讲法就是说 第一个在22县市或73个立委选区 要设投票所 第二个包括要签认同卡 时间上来不来得及 还有包括民众党提出的时程 要在10月底之前完成 这也是我一开始讲的 拜托下个月18号就要登记了 有没有时间完成这一些 民选你来看 你也是基层出身 你在跑选举 因为我这几天在跑基层 菜市场其实很多人很焦虑 谈不成怎么办 对你来讲 像这样子包括选两个 第一个民主式初选还是全民调 牵涉着蓝白能不能整合 你觉得有机会吗 第二个你在基层跑起来 民众反应怎么样 其实我比较跟大家讲说 两个政党的合作 如果说双方所提出的条件 或者是内容 彼此都可以直接是 全盘都可以接收的话 这反而比较像是党内的整合 是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部分我们本身 民众党跟国民党 本来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独立的政党 如果说提出来的条件跟内容 大致都一样的话 那就是两党 它就是一个党内整合 这不是一个两党合作 所以我觉得今天会有这样子的 你说会有一些火花在里面 让大家这样子激烈的做一些 丰富的讨论 我觉得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是我个人是很乐观的看待 那再来就是呢 我们算是说双方两边的诉求 然后甚至是一些 理念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因为毕竟我们又不是 民进党大律跟小律嘛 对不对 又不是说就是 大力只要坑一声 然后小律就是只能够点头 然后就说是是是是 你看之前那个激进党 得对的民进党之后 只能够九十度几公造星都知道了嘛 我们不会啦 对 三百两党不会这样子啦 是所以呢就是我们 就很不一样 而且我们在展现一个很棒的 一个民主的一个态度 跟一个过程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提出的侯四点 四大主张 其实除了成立新特征组的 这个部分 其他大部分民众党都是支持的 那对于说民众党的七大主张 那除了有一些的主张 还有一些法规上面的疑虑 还有一些实行上面的一些 现实的考量 那大部分国民党也都是支持的 所以说当两个政党的主张 还有理念呢 能够相辅相成的时候 那合作的契机当然 会比较大 对也会日渐明朗啦 真的是时间的问题 是 当你会说马上 这一个月最后那个就登记了 要赶快赶快啊 好所以说呢 不可口认的就是 选举对于政党来说 除了赢得胜选 那当然政党的延续也很重要 很重要 对但是我常跟大家讲说 选举喔 人民的利益绝对是摆在第一 政党利益第二 是 自己的利益才是摆在最后 是 对那关于说 从昨天这个 台湾周到现在 基层的反应 我老实说是很焦虑的 很焦虑的 大家很担心说 原本想说终于要合了 不是要谈了吗 机会来了 对对对 怎么谈完之后 感觉好像没有了希望 我必须老实说 现在基层的焦虑 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也必须要告诉大家说 就是如果说今天 柯文哲柯主席 对于国民党所提出的一些 一些方案有些不满的话 应该是要 大家双方都要努力的去消除那一些 疑虑或者是 并不是说你今天不照我的方法 那我们就拒绝继续的去谈话 要各让一步 对对 像之前我上节目的时候 大家都说 这个蓝白的聚会 这个是准备是要对决 我说我怎么用对决这个词呢 我们叫做对话 所以我觉得不要就是 大家好像是那种看戏的心 来去看这个 这是非常理性的 要去看的 因为我们大家是把目标 放在下架民进党 为什么要说要用下架民进党 因为百分之六十的民意 是呈现出来说 我希望换掉这个政党 但是如果说今天 我们各自的想法 可能有一方觉得说 我不排除还有继续 跟民进党的合作空间 那这个部分就不是反映民意了耶 是 我再尊问一下 民选如果真的像这样 就是说推出一党 一组政目总统候选人 真的谈不成 真的蓝白合作破局了 那你觉得会不会影响到 你立委选举啊 我觉得会影响很大的投票率 会不会有人就说不投票 我就失望性 我就不出来投票 还是会 所以因为民选自己 在基层要选举 他压力很大 所以蓝白上面的人 不管有任何条件 有没有谈得成 很重要 刚刚讲的很清楚 第一个 不论民选讲的下架民进党 或像宜选讲的政党轮替 其实都是一样 民间基层超过六成 真的对民进党执政是不满的 所以真的 包括柯文哲或侯友宜 我认为幕僚谈完 双方就要坐下来谈 而不是说透过媒体 互相放话 这很重要 譬如说蓝白合作破局 第一次谈判就破局了 然后柯文哲讲说 金普聪没打算要合作 这位说得很厉害啊 然后民众党也批国民党 意图展现地方组织实力 缺乏在野整合啊 然后 这些甚至民众党也提出来 像智涵也提出来啊 就说国民党初选的时候 怎么不用 就说民主是初选 他也可以搞谁 国民党啊 余轩你看起来这个气氛 你觉得是友善的吗 我们还是说双方准备 蓝白准备撕破连准备开战 我觉得没有到撕破连 现在真的没有 我们的这个私底下幕僚的 作业都还是畅通的 那当然就是说 本来我们 我觉得这是沟通上面 比较大的 是可能会有火花是一定会的啦 就是说毕竟 我们本来还是要面对 我们的基层的民意 你必须也要去做好一个 对民意有一些交代的想法嘛 那的确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就是当然第一个就是说 你提出这个所谓的民主式初选 对我们来说 就是你会觉得说 明明就有一个比较立即性 可以处理的民调方式 但为什么不用现阶段 所有国民党民进党过去 在党内初选也好 任何的这个比赛也好 用民调方式来决定这个人选 不是都是我们一贯以来 大家比较熟知 民众也可以接受的方式嘛 结果抛出了这样子的做法 如果他真的是神仙庙单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才丢出来 这也是我们的疑问 所以你说智涵他呛 我觉得倒不是 他应该是说 他想要提出来的疑问 现在我们就是 昨天也非常认真的 把我们的想法列成文字 然后把它列出来说 第一个我们也想问说 这个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你要怎么做 请你国民党告诉我 签认同卡 对 还有这个所谓签认同卡 到底认同卡的内容是什么 除了下架民进党 其他还有什么吗 以及民策 这个民策就很大的问题 如果说你今天同时间要去 譬如说双北好了 双北两个投票所 如果这个人在这边投了 他又跑去另外一边重复投票 我们要如何做勾计 因为这毕竟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人家是由中央政府去 州政府去处理的 但是我们这个是所谓 自己政党之间的比较 我们要如何去拿到所谓的民策 所以这些总统的确都是一个 我们提出的问号 那当然就是说 那如果真的是一个神仙庙单 为什么在今年年初不用 不过包括民策 还有认同卡这些 是比较技术性的问题 像侯友宜他也讲说 因为党内民主初选 是最直接的民意 包括美国 法国 南韩 都有行之多年 那像这样 那第二个国民调抛出来说 全民调有可能做票的方 被灌票嘛 像这个 你觉得灌票这个怎么解决啊 这个当然 你说国外参考 国外的确 国外的确有他们的做法 但是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不同 然后再加上 人家是行之有年 我们大概30年前办过两次 就到现在了 所以你说从这个时间点 在这么仓促的状态下 你要去效仿国外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长远的方式 或许未来我们可以再讨论啊 但是现阶段 我觉得这个是不适合的 然后再加上 你说灌票这件事情 我不觉得签认同卡 就可以排除掉什么 民进党做票或是灌票 或者是什么样的行为啦 因为包含 它就会有牵扯到 第一个动员的问题嘛 第二个资源的问题 第三个钱的问题啊 所以说你再算一算下来 至少这个不用花2亿吗 我们不知道 就钱的问题啦 经费上啦 那所以在资源跟经费上面 如果说要用这样的方式 来做比拼的话 那其实真的一开始 也不用跟民众党谈了啦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小党 就是事实 所以这块上面我也认同说 的确彼此大家要有一个 双方各退一步的空间 那至于说我们现在 抛出来的想法就是 那你要怎么样把我们 所提出来的问题做一个回复 或者是你又没有具体的计划 计划执行方式 我们再来谈 OK 所以宜萱刚刚提到 还是比较一个具体可行的方式啦 所以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苦主 明雪你来看 基层很焦虑 那我看联合报的社论 也有提到嘛 如果就说民主是初选或全民调 这两个双方各自坚持的话 联合报今天 昨天的社论也提到 那就各自才一半一半啊 也有国民党立委讲说 民主是初选占一半 然后全民调占一半 至少双方要能谈得成 达成一个共识嘛 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吗 其实只要可以继续讨论下去 都是会有机会合路的 要继续谈下去啦 对那讲到这个民主的初选的 开放式民主初选的这个制度 为什么讲说 美国法国南韩都已经行之多年 那你说行之多年 但总是会有第一次嘛 毕竟我们台湾的民主走到现在 也是第一次遇到说 哇我们真的要再也要大整合 然后共同有个目标就是换掉 现在已经执政这么久的民进党 那既然会提出说 有这样子的民主初选的制度 代表说它已经有它的一个原则 然后并且有它的一个制度 还有它的代表跟可惜性 否则呢也不会被这些民主国家 继续的这样子使用嘛 对不对 所以但是我觉得一个重点是 不要大家看到说 好像国民党提出这个事情 突然觉得 什么时间这么短 怎么可能办得到 然后要花这么多的钱 你们是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先不要想这么多 因为那一天提出来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讲说 我们只是把现在民主国家 有在使用的方法提出来 然后希望大家集思广益 如果说把那个会议的内容 不是说是有录影的吗 有必要的时候再把它公开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的代表 其实都有表达说 就是希望说是提出来 然后我们大家就这个 希望可以合作的目标当中 大家一起集思广益 对 然后好好的去做一个讨论 那当然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来合作来决定总统的候选人 两党目前都还在演议当中 那我们这边在场的每一个人 我们都不是权力的核心 我们不是在那个会议当中的人 所以也不好去做其他的一些衍生 但是不过说全民调当初 其实柯文哲主席他也有说 就是也不能够当作参考的唯一的依据 这是他也说过的话 所以本来就不会有一个实权实美的一个方法 否则大家也不用听得这么辛苦 那选举会有很多的变数 在开票之前 什么都有可能是假的 那只有开票出来的那个结果才是真的 所以与其去攻击双方提出来的方法 不如好好去想一下 我们要怎么样求同存益 对 好好的呢 我们的目标在哪里 那把那些口水东西把它拿掉 我们大家理性的好好的坐下来 喝咖啡也好 喝奶茶也好 情绪化摆在一边 所以你建议下一个还是幕僚在谈 还是说直接就主将直接上场 如果可以到那一步的话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啦 是啦 至少先坐下来谈 我觉得这很重要 因为现在就是被人家讲说什么 那个是不是有多头马车的问题 有伙伴 然后又有国民党你们到底是谁 这个部分我可以跟大家讲说 因为今天国民党跟民众党很特殊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今天民众党很像是一个 艺人政党 必须这么做 因为基层的声音也是这个样子 好像柯文哲主席 就代表了整个民众党的声音 好 但是国民党呢 现在侯伴跟国民党中央 其实早就已经达成一个共识 对 所以没有什么多头马车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部分 柯文哲主席要非常的放心 是 我来请教启明之前 我给大家看一个手法 就是说对于在野整合 刚刚启明有特别提到 柯文哲有可能保留跟民党 民进党合作的机会 因为柯文哲过去在7月7号 9月27日 在媒体公开专访提到说 绿白和也是一个可以合作 那柯文哲在15号又提到说 自己不要谈下降民进党 就代表他心中会有不同的盘算 所以这个其实说到底 要蓝白和还是绿白和 都是各种选项 那柯文哲到底他的心目中是怎样 还是保留一个弹性 这个后续可以再来谈谈看 不过民主式初选 各方的意见都不一样 像刚刚启明你来看 所以民主式初选 只是国民党提出来一个 让他故意破局 还是说真的就蓝白和的 一个可能的契机 因为刚才民选他可能代表国民党 他有特别提到 这个所谓的民主式初选 他提出了这个主张 我们就让他去办办看嘛 不是说办不成 可是我觉得站在媒体 一个比较客观 我们从纯粹就技术面 所以你站在蓝白中间 我们一定要一直保持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就是就技术面的操作 真的时间可能会来不及 就时间之外 那刚刚宜萱有提到成本的部分 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我特地去爬梳嘛 因为台湾的确有办过两次 所谓的民主式初选 最有名的就是新党 1998年的那一次 那一次为什么 新党要办这个民主式的初选 最主要是因为那次立委席次大征 从164席增加到225席 对那一次 然后新党就觉得自己有机会 那时候就把赵浩康请出来 那赵浩康请出来之后 担任这个所谓竞选总经理 就很多人要找他 提名我提名我 因为新党那时候也还算是一个 有实力的一个政党 那时候赵浩康就提出了一个方法 就是参考民主式的初选 那用意是什么 第一个扩大参与度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宣传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民主式的 一个参与的一个机制 可是它的确凸显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也是在这一次 可能会被大家关注的 就是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投开票所的设置 你投开票所你要设置几个 就是一定会有一个过少 会影响投票率的问题 然后你设置在这里 是不是对这个候选人 他可能动员能力比较强 对他是有比较不公平的状况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产生 然后就是争论不休 第二个不当动员 就是黄珊珊提出来的 那你投票所不多 投票率不高 你一个政党一个初选 民众参与度不高的情况之下 就会出现是不是用游览车 游览车 我那时候还记得还用计程车 载人投票 对 计程车再去投票 然后你在游览车上面干嘛 就吃吃便当喝喝饮料 花谁的钱 这就候选 这有没有选办法的问题 这就是有这个问题 有争议 然后那时候还爆发了 这个所谓的走路工的事件 这样子的一个 不断的这样子一个攻击 也造成了新党 当时从21席就变成了21席 也被认为是新党的一个 不过刚起没有特别提到 他的邱毅之前也有提到嘛 就说那时候新党 党内初选的时候 准备就是半年 执行落实也要一个多月 不只新党 包括民进党 他们办这个民主式的初选 准备的期间都是半年 然后再执行在两个月 就大概就是八个月 那我们现在具体 登记参选 一个月 对就是时间太紧迫了嘛 那就有人笑啦 这一次的所谓的非绿式的 就是蓝白的这个民主式的初选 不是否2024 很可能是否2028 否2028 才来得及啦 所以当然起民是在苦手啦 不过我看起来 大致是这样 就是国民党最强 还是在组织动员 在集成 所以国民党叫陆军 陆军最强 国民党一定要接持 自己的组织最强嘛 那宁宣民众党最强呢 还是在于空战 空战实力最强 所以一个主张 民众党主张要全民调 那国民党当然是 发挥自己 展现自己的肌肉 最强是在陆军 在组织盘 所以这两个如果谈不拢的话 我觉得真的变成说 当然大家认为民主初选 跟全民调各自有各自的优点 可是如果真的谈不拢的话 那会怎么办 赖清德就是躺着选 所以真的只剩一个月而已 尽数要把它谈定 我觉得就说不管再怎么样 包括联合报建议的说 一半一半全民调或民主初选 各占一半55 50 我觉得进一步要做下来谈 是很重要的 那除了蓝白整合之外 那下一场蓝白整合 有没有第二场 我们接下来看 不过上礼拜除了蓝白整合之外 很重要的是上礼拜 第一场大型 国民党大型的造势 动员5万人在新北 包括韩国瑜 包括马英九前总统 甚至包括很多县市首长 都参加了这场大型的造势 是韩国瑜首场大型造势 就是据我所知应该有好几场 包括五场还六场 然后台北市也接下来 是11月4号要举办 包括马英九 夏万常 朱立伦 吴伯雄 洪秀柱 韩国瑜 王清平 那话名字有念完的话 今天节目大概就结束了 所以就展现国民党的脏肪 主持盘啊 你看这么多人 如果中间在高雄也办了一场 民选也站在上面的话 对你选情有几号 10月28号 那就下礼拜啊 这种大型的造势 对选举 对选举选情拉抬 你绝对有帮助吗 绝对是有帮助的 有帮助喔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 就是其实现在去办这种造势 其实就都是 现在选民在反映出 对你这个候选人的信心程度 是 对 然后也是 其实你平常这个候选人 包含这个政党 这个组织它的动员力 我必须很坦白这么说 因为现在其实很少人会为了 我觉得不会再出现 第二个韩国瑜这么厉害的人 老实说 对 但是呢 其实你会特别去为了一个候选人 进到他的造势场合 你要有多么大的一个热情 对 所以说 现在的选举造势场合 他的画面一出来 照片一出来 空拍机一出来 就可以让大家发现到说 他的气势上来了 然后他原本 我可能对他有一些误解 或者是说 有一些不一样的 负面的想法 在这个时候 就会有产生一些 特别的化学变化 对 那我必须要说 韩国瑜的出现 真的对于他们 他跟侯友宜之间 之前的心结 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尤其之前有很多的 我讲韩粉好了 误会 对 有非常多的不理解 会觉得说 之前有这么多的一些累积的事情 人家都帮你 你为什么要帮他 可是当韩国瑜本人 一出来讲说 我人来了 我心也来了 这个话一说的时候 其实 所有的那一些 纷纷扰扰 大概就已经 解决得差不多 但是 现在又观察到一个现象 总是有那一些 喜欢做帆船的人 在网路上面 不断地讲说 就开始起哄说 韩国瑜这样子讲 那你们这些 什么韩粉 我们是铁韩粉 怎么可以主帅受伤了 我们要继续帮他 反穿的 反穿的 对 还在做这样子的事情 你们不要忘记 那一天韩市长在台上的时候 他还特别讲到一些 从来没有人知道的秘密 就是在那一天 2020年6月6号 那天他被罢免的时候 那一天高雄还发生了 我们徐坤元前议长 直接做出一个非常惊人的 那样子的举动 从楼上就这样跳下来 对 那这件事情 他说那天晚上 第一个打电话给他的 就是侯市长 还跟他讲说 你 我们不晓得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还是我们尊重选民 但是你有一些优秀的人选 给我 对 而且还包含 有非常多的一些 他们过去的私人的对话 也透过韩国瑜的嘴 告诉大家说 我们有这么多的私人票 我们之间的情感 然后包含 侯市长是如何帮我的 如何在雪中送炭的 只是大家不晓得 我希望在这个时候 2024年 我们需要下架民进党 希望大家团结起来 看到骑海飘扬 看到这么多的人站出来 尤其最关键的灵魂人物 韩国瑜上站出来的时候 我希望所有 我指的是蓝营的支持者 可以好好的在 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放下个人的情绪 因为我觉得我们蓝营支持者 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 就是当今天 我们之前在初选的时候 如果到最后结果出来 不是他所中意的那一位 我们就会开始说 好啊 国民党 就是这么懒 这么弱 我要好好的教训国民党 然后下架朱立伦 要下架国民党 用选票教训国民党 可是你们大家知道吗 你们这么做 根本就不是在教训国民党 也不需要去教训朱立伦 因为这么做是在教训自己 又让民进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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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继续指振下去 所以刚刚明雪有特别提到 韩国瑜市长 真的是一个大度大量 他特别把2020年那时候 补选的 包括那时候的秘辛讲出来 其实选民对韩国瑜是真爱 所以你说只要韩国瑜站出来 选民就自动自发过去了 这真的真的不用讲 政治人物有这一种吸引的群众魅力 国民党真的除了韩国瑜之外 我也老实讲 甚至侯市长的那种群众魅力 还比韩市长还要弱一点 所以韩市长讲 韩国瑜说把我的爱 请转移到侯市长身上 就说成这样啊 他不是叫你移情别恋 他说拜托请把你们对我的爱 转移给韩国瑜 那不代表说你们对韩国瑜的爱 就不见了 只说你现在对我的爱 先转移给侯市长 这个都说成这样啊 所以很多群众 还有很多绿营 甚至不知道谁啦 去旬串的真的要不得啦 所以很重要 我觉得民选大概身有所感啦 那宜选如果依照民众党的立场 国民党五万人造势 万人大厂一张班尾班尾 会不会跟三三造势一样 啊最后侯友宜就跟韩国一样 绅士起来了 那我们的肌肉就展现出来了 你觉得民众党接下来怎么去谈啊 其实所以我其实看到 国民党有这么惊人的动员能力 那为什么不敢民调呢 就是说今天走都已经愿意走出来了 他怎么可能不愿意在家里接电话 或不愿意在家里接手机 我觉得这个动员能力 其实也可以展现在民调上面 所以其实相较于说你秀了肌肉 秀了肌肉 表示我们的这个声势已经起来了 那就大家来按照游戏规则就比民调 国民党在讲的说 第一个怕灌票啊 过去班班可考 很多次都是被灌票 那我们可以找五家民调 可以再找就是比较公正 大家可以去思考说 到底该怎么进行 我的意思就是说 既然都已经有能力站出来了 那表示说他可以对于国民党的支持度 是可以很用力的去加持 那我们也一直在说 那我们也一直在说这个比赛规则要先定出来 愿赌服输 那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立场 我们看到国民党这么的造势 这么的这个塞满五万人 其实这的确就是国民党他现在的优势 那我们也不可能去否认说 他们这个怎么样 基层的陆军 这就是陆军我们也可以去理解这样 那既然他们有陆军 我们有空军 那彼此之间你说 民调还是有他科学的性度跟效度嘛 就是不是说好像今天要灌票 就一定真的灌得成 那这一路以来 国民党初选在2019年提了韩国瑜 在今年然后提了侯友宜 也不是都用民调的方式吗 所以这样子就展现了国民党有机会有基层 明显好像有不同意见 我觉得国民党会在这一次提出这样的看法 这是我自己的观察 因为我觉得在这些年来 尤其我 你们也知道我之前参与韩国瑜的选举 这个是非常的深 就发现到说之前推派出韩国瑜总统的那一年 其实真的是有很严重的灌票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提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是希望说在野联盟 应该要排出一些可能干预的因素 所以才会主张民主初选 那这个干预的因素 就又反而提出了一个更容易被干预的这个方式 我觉得就是说 第一个他不是除了被干预之外 他执行力又更难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或许我们在半年前讨论 还有这个机会 你觉得现在时间太晚了 我觉得现在时间提出这个方式有点太晚 其实在半年前朱立伦主席就有点讲说 菲律一定要联盟 对不能再善意喊话 如果现在就说双方各自 你看还好龚道伯坐在中间 不然脸蛋 脸蛋 我追问一下 像联合报 甚至现在国民党有一些立委建议说 比例啦一半一半 譬如说全民调占50% 然后党内初选 或投票的方式占50%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授权 还是说党内有没有讨论说 你们一定要坚持全民调才要下一步再谈 还是说这个比例是可以有弹性 我这边要说比例绝对有弹性 但是我们还是要先知道你的做法嘛 你就算比例调整 它还是要执行这2亿多元的花费啊 它只是比重上的占比嘛 可是问题是它的执行上 还是会因为时辰或是金钱动员 还是会出现 要把操作型定义写出来 是的 SOP把它讲出来 到底怎么做 我们现在在讨论已经有延伸出来 因为今天就是代表没有 并没有说就是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比例的调整 可是我觉得因为 终于可以讲点话了 我觉得因为现在 本来是星期二 要进行第二次的一个会谈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也 可能有些期待 有些这样的期待 对对对 没有一个定义 国民党有这样的期待 那可是现在看起来 我用破局这两个字 可能对于所谓犯人支持者 可能心里会有点不舒服 我们就说卡关 那你可以看 大家这边 我也想要知道答案 因为每天有说好说 今天是16号 明天17 就是礼拜二的这个17号 会有一个 就是第二次的蓝白二会 这个要讲一下 没有蓝 那个时候是说 但是又突然间 我们带回去谈 谈完之后 再来决定 有没有要蓝白二会 我们这边的立场 跟主张一直都是这样 是 那我觉得可能是沟通上 大家彼此认知 你看空中就在这边 车来调去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公司 可是约好的时间的话 其实待会去讨论 总是会有一些进入 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 不要 就是都不谈 有机会的话 如果啦 如果有机会的话 站在泛蓝的支持者 看到这样的局面 其实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忧心 跟忧虑的 如果有机会 还是坐下来谈 坐下来谈 可能机会 对大家彼此找出一个共识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可是各自各退一步啊 或是提出一些方法 我觉得按照民众党跟国民党 这些在政治上打滚 这么多年的这些人 我一定可以想出一个办法 大家因为政党目前的整合 是要对于所谓的非绿的选民 有一个交代 你要让他们安心 那怎么安心 目前这样的情况 他们现在是非常非常忧心的 一般我们过去来讲说 何则两利分则两害嘛 那启明你算是比较中立的第三方 你来看如果谈不成 谈得成当然最好啦 给一个非绿的六成的选民交代 那谈不成蓝白各自有什么盘算 假设谈不成的话 谈不成当然接下来 当然大家把自己的重心 放在国会选举嘛 那就是有一个说法 因为国民党目前在区域立委上面的 选举看起来 真是还算各选区的都还领先的幅度是比较多的 还可以啦 领先的区域也比较多 那民众党这边当然是争取政党的认同票 是什么 不分区 对所以就是 我觉得最大的目标 好如果总统大选 大家有各自的立场 好破局没关系 那至少不要让民进党同样在立法院过半 在野党有一个监督的力量 能够用整合 可能国民党可以单独过半那非常好 那如果没有办法单独过半 跟民众党一起合作 大家来扮演一个监督的状况 那不要让民进党过去八年那样子 一党独大的这个情形 再次的让所谓泛蓝支持者很难过 很伤心这样的状况发生 就是在国会上面 大家去各自拼自己的强项 国民党去拼区域立委 然后民众党去拼区域立委 如果假设你看如果整合的成 对民众党的政党票影响是 如果整合不成 民众党的政党票会成长 我觉得现在可能一个关键的角色 不要再互相骂 骂了以后大家就是 第一个可能蓝的支持者就忧心 然后觉得这个局没有办法成 我就不去投票了 然后绿的 不好意思民众党当然可能是有好处 因为对于民众党的向心力可能更强 大家去投这个政党票 让他们部分区的选票会更多 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不过整体来说啦 站在所谓非绿的这样的一个阵营 要下架 不好意思 还是不能用下架民进党 政党人替 政党人替这个说法的 达成不了这样的一个目标 这个是首要目标嘛 达成不了这个目标 我们就退而求其次 是不是朝国会三党不过半 那这样才可以推动所谓的内阁制嘛 那个格会同意权 这些后续在立法院 来国民党跟民众党 再继续就这个方向的议题 来继续合作 对所以内阁制 就是多党制都不过半 才有可能啦 如果是一个政党完全执政 一党独到的话 那就完全没有内阁制的问题啊 所以真的蓝白整合 下一步怎么去谈 而最新的新闻喔 就桃园市政府又查获了快1万公斤 8000多公斤的美猪标示成加拿大的猪喔 这自由时报 我故意挑自由时报的喔 自由时报都报道了喔 过去针对美猪的议题 自由时报是不见的喔 他甚至放在六版八版 很后面的版 在里面喔 所以流入六个县市 很多县市是流到小吃摊耶 流到夜市耶 很多耶 我最爱吃的卤肉饭 搞不好很多都是用美猪啊 怎么办 标示西产地 结果 卫福部次长讲说 不好意思耶 不是习产地 叫做标示不实 你不是真笑的吗 什么叫标示不实 什么叫习产地 这种睁眼说瞎话 民党继续执政 就是这种官员会继续出现喔 什么 我走私啊 譬如说大家记不记得 空军一号走私烟品 不叫走私 叫操嘛 你不是真笑的吗 骗人家 真的中文都不好吗 所以一个政府真的过于庞大 执政太久了 就会出现这种 讲话真的是Y768 睁眼说瞎话的官员喔 所以 蓝白赶快坐下来谈吧 很重要 那除了蓝白之外喔 下一题 大家好像都忘了郭台铭耶 没有人记得霸道总裁耶 所以霸道总裁也很重要啊 最近霸道总裁郭台铭拍了一个抖音 跟一个妈妈啦 拍了一个影片 最主要是因为兵的嘛 他希望说政党轮替啦 是要翻转政局啦 所以翻桌不是兵的啦 然后结果那个点阅率充高到80多万 大家会在讲说你在抖音上宣传 扩子上你很高 可是郭董自己也认为不太好看啦 所以就把网红把这个影片下架了 我想请教怡萱喔 如果假设民众党跟国民党 最后没有合作成功 真的破局了 民众党有没有可能再回来跟 跟郭台铭整合啊 就说柯文哲自己也提到嘛 再也唯一胜选是要他当政的 蓝推副手 副手 然后郭董一定要拉进来 一定要有角色 这样柯文哲说他会赢 而且会大赢 先回应这个柯文哲说 我会赢而且会大赢 那个是他用一个 大家可以想象 他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数据去看到 他看到很多家民调 都有这样呈现 所以他是在讲 现在的民调会是这样 那郭董这个角色的确 你看他即便是 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民调 即便是出现了大家 有包有扁的影片 他还是拥有 至少10%的支持度 所以也就是说 郭董还是有他一定的 他的社会动能 以及他的支持者 还有已经他 他过去在企业界的相关的这些人脉 以及他的支持度 是有呈现出来的 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 人家还是 还是有在努力 在做他的功课 然后呢 他的功课 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大家可以接受 或不能接受 他都还努力在他的联署上面 所以这样子的角色 你说在一个前提是 在野的力量要极大化的状态下 我相信国民党也不会拒绝 把郭台铭这个角色纳入 我相信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是争取 在野最大力量的整合 那所以在这样的状态 如果郭董他今天 我看他们世修最近 释出很多善意 但我不知道那个善意 是不是真的是属于郭伴所 郭董他自己所讲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甚至让 跟柯文哲主席跟郭台铭董事长 两个人坐下来好好谈一下 那能够谈出一个新的方式 我觉得也很好 那当然现在我们现阶段 是在跟国民党谈嘛 那但是问题是 在野力量整合最大化 我不觉得应该要把 郭台铭董事长排除在外 他一定是要纳进来 而且是要有角色的 我请教启明好了 就说郭董要有角色 有可能柯文哲 跟国民党谈不成之后 他的角色就是有可能副手吗 或者其他的竞选总干 我先讲一下你好阿嬷 就是这个网红事件 其实因为郭董 他的连数的时间 其实已经快到了 11月2号 只剩下两个礼拜 虽然他说 10月4号那时候 已经达标30万了 可是看起来他在这段期间 是不是有遇到一些 被边缘化的一些问题 所以他把这个战场 改到空战 用这个抖音的方式 用IG的方式 其实不止80万 如果加IG 应该有破百万 可是说测就测啦 那的确 因为这件事情 在各候选人 特别是柯文哲 侯友宜 甚至是赖欣德 都提出一些具体政策的时候 他在这时候做出一些 比较吸眼球 在网路上的一些这个动作 这个让大家一比较起来 就会觉得 你这个时候做这个动作 到底适不适合 那他认为不适合的情况之下 又把他撤掉 因为他本来诉求是对年轻人 我听到一些年轻人就说 那郭董 其实终究还是不相信年轻人 所以他其实有点父子其虑 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你刚才有提到合作 跟因为现在所谓的蓝白之间 可能出现卡关的状况 大家又都想到了郭台铭 可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考虑一个问题 因为郭台铭到现在都没有松口 他要做副手 那你不做副手 那你去跟 或是跟柯要怎么谈 另外一个部分 民众党要跟柯文哲来合作 那对于你的政党票 对于你的立委选票 到底也没有帮助 所以这点都可能还是要观察的 那到目前为止 就是郭台铭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状况 的确啦 在国民党跟民众党 都出现一些卡关子的时候 他又被提起来 那他应该要把握这个机会 然后增加自己一个谈判的筹码 等于说他站在 柯文哲或站在侯友宇中间 站到哪一边 谁的悄悄板就会重一些嘛 所以关键看郭台铭怎么选择 民选你在地方看 郭台铭有持续在跑 你觉得在基层的影响力还在吗 你觉得他联署如果过的话 他会不会登记啊 还是说他会选择跟柯文哲 或侯友宇之间合作 因为我现在是在高雄前 在小港期间的立委参选人 那在高雄有不少 郭台铭董事长他的连署站 那我不晓得北部的状况怎么样 那高雄的状况是 生意没有说很好 冷清啊 没错啦 而且在我的小港 是有非常多的国营事业工业区 中钢中油都在那里 那有不少里长告诉我说 他们觉得很麻烦的是很担心 郭董他自己本人不晓得 因为现在有很多中油中钢 他们的工会是动员人去联署 那是谁 这些国营事业 一定要是执政党才有可能去动员啊 是 所以有非常多 其实是现在的民进党很想要看笑话 然后很快把郭董给拱出来 最好他联署通过了 那现在这样子整个非绿的联盟 要整合的话 那会难上再加难 所以民党打了心就说 哇 让你非绿越乱越好了 那我还是觉得说 我个人是很欣赏郭董的 那他在前几个月 尤其是半年前的时候 他在高雄的受欢迎的程度 还有民调确实都是很高 但是我发现他已经过了那个时候 现在如果说再继续这样走 坚持走下去的话 会让蓝营的支持者认为说 郭董 原本我们都很尊敬你 我们也很希望说 可以看到你展现出来的事 就像你过去一直在做的事情一样 无私地为人民付出 在你看王金平院长也讲了 在国民党被操叉的时候 你郭董是跟我们借过钱的 帮助国民党走过低谷 我领过他的薪水 他说在党部啊 是 而且他的永林基金 会又帮助台湾 他这么多的台湾老百姓 会希望说你这样子的一个大爱 跟大气可以继续地展现下去 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个 被大家说好像是要当总统的梦想 我无意要攻击郭董的意思 但是我会觉得说 我很想要善意提醒他 有很多这样子基层的声音 大家很尊敬郭董 然后很欣赏郭董 很喜欢郭董 希望他可以继续维持 他那样子无私付出的 那样子的一个精神 那另外谈到说就是 柯文哲主席他特别讲到说 郭台铭一定要拉进来 那他的发言人世修 因为我跟世修也认识 那我觉得就是 那个郭董的发言世修 我跟他认识 但是我觉得他替郭董 这样子的发言 会觉得很紧张 说国民党自认泱泱大胆 然后意图粗暴地吸收 柯文哲要并吞民众党 但是我觉得国民党 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因为如果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不会这么不断地释出善意 国民党跟民众党 不会在蓝白盒的会面之前 不断地在堆叠善意 然后包含像 像责任内阁制 也是跟国民党一样啊 都是往那个方向去 因为主席 朱立伦主席老早就说 我们应该要走向 责任内阁制的方向 所以其实我觉得 现在不要再把外界医学 很喜欢就是抢美光灯啊 吸眼球的那些标题 纳入我们大家所有的理性讨论里面 2022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就如同我一直在说的 我相信所有具有影响力的人 每一个山头 如果你都是为着人民的话 国家的利益 人民的利益摆在前方 人民的福祉 我们大家团结一心 这是最重要的 那看到这一两天 国民党的战友们都一一回归 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演示 我们的五万人大招式 然后包含这么多的 国民党的各个的领导leader 都已经站出来 所以也期盼说呢 就是所有你愿意 把这个政府给换掉 好 所有的菲律的力量 大家整合在一起 其实我真的很想要学 那个少林足球里面 那个心眼里面说的 我们大师兄都回来了 我感觉到全都回来了 我们对队的一个对手 是从主办到裁判到球员 全部都是自己的魔鬼队 如果我们大家不好好的 把这个目标看好 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就像那个标杆直跑 我们到最后2024 如果再让这个政府 继续执政下去 酷的是我们大家自己 是啊 刚明选讲得很好 如果这一场 明年这一场总统大选 民党继续执政的话 破天荒 民进党至少12年执政 从总统大选以来 台湾都是巴尼是政党轮替 如果一个政党 长期执政到12年的时候 拜托 台湾就改委员长制就好了 台湾还是总统制吗 这很恐怖的耶 所以我觉得 柯文哲这几天也讲得很好嘛 他对赖清德也讲啊 他说不是有一个前几天 上礼拜一个中山大学的女学生 说民进党贪补的问题 怎么去处理 赖清德就满脸黑人问号 柯文哲这几天都对赖清德讲啊 弊案哪一些 光电 鸡蛋 疫苗 快筛 88枪击案 卢渣案 这些是不是弊案 有没有弊案的成分 该不该查 台南的经贸局长移送法办 这些该不该查 所以问题是这样子啊 很重要就是说 如何落实总统权责的问题 当然大家对于内阁自有各自的想法啦 侯友宜讲说 会到立法院去做国情报告 可是到底要不要一对一的QA 这个他是比较保留啦 那赖清德也说他愿意到 立法院去做国情报告 那柯文哲是说 希望到内阁制 就说他愿意到立法院去报告 然后甚至也愿意QA啦 所以我觉得说 像那个龚道伯来讲好了啦 前面来看如果照这样子 大家都要推内阁制 那隔台湾过去都是总统制啊 你觉得内阁制对台湾来讲 对选民有感吗 或有票吗 他会是一个选战的主軸吗 我觉得还是实力原则考量 现在当然所谓的蓝跟白都在推 所谓的内阁制 还有隔会同意权 然后国情报告这件事 可是你要先拿到政权 你要先在立法院 你要成为最大党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你才可以在立法院 你担任总统 我可以去国会进行国情报告 那个明恩哥你也知道嘛 院长旁边的位置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你就是总统要做 做国情报告的一个位置嘛 所以相关的法令也都已经有了 只是要不要背询 可不可以背询这件事 可能有一些违线上的一些争议 不过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则 你泛蓝非绿蓝白要有实力 你要当抢到总统大位 或是你要在国会前抢得绝对多数 你才可以进行相关的修宪的相关工程 那你现在目前非绿这样子的一个局面 我觉得赖清德就过得很开心嘛 人家都说是躺着血 目前也说是垃圾时间 我讲一个例子啊 因为他最近 我记得这几天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拿那个杭州亚运的那个 溜冰选手的压线事件 他说还没有压 意思就是说 还没有压线我不要提早庆祝 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很稳了嘛 我们现在就是要等着要庆祝了 可是我不要压线 我们要稍微再谨慎一点点 你看人家多骄傲 就过得多好 宜萱你看如果真的像刚刚賴清德这样子 蓝白就不争气啊 你最后人家賴清德 就准备双手举起来要庆祝啦 但大家知道吗 杭州亚运的结果是 后来那一脚 那个脚要伸得出去啊 你觉得蓝白最后脚会伸出去吗 我们可以期待那只脚有没有伸出去 因为结果看起来是按照那样的发展 那我的确要回应的是说 现在我们看起来就是总统全责不服 你看他可以745天没有受访 然后他提出来的人 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受到一定的监督 跟他没有付出他要举财的这个能力 那所以你说接下来我们当然非常不乐见说 民进党再度执政 过去其实民进党也提过内阁制 那其实包含在画面上的总统跟副总统 他们两个都说台湾应该要走向内阁制 可是这几年下来似乎都没有推动 那当天的会议跟大家报告说 我们跟国民党谈有一个非常大的共识 就是在野的这个国会席次要极大化 所以这块上面是现阶段大家有共识的地方 国会如何席次极大化 未来推动至少在相关的这个监督上面 我们不能让他们这样子好像就像这个一样 猪肉洗产地然后就说这只是标示不实 他可以霸道的跟你说这是标示不实 这没有所谓的莱猪的争议 然后这个同样的逻辑套在上一次鸡蛋的问题也是一样 陈建仁院长说那个鸡蛋并没有什么食安的问题 他只是标示不实而已 所以以后都遇到问题就都标示不实 遇到那个走私就说超买 这样子的政府其实我们真的也受不了 就是大家好像他闭着眼睛都可以执政 所以我们还是期待像杭州亚运的那个 最后关键一脚能够跨出去 让我们能够让他们不要笑着到终点 至少要最后能够隐恨 这个开心的太早会有不好的结果 杭州亚运最后我们六兵选手 绳了一脚怎么伸出去很重要 那蓝白整合最后绳了一脚到底谁伸出来 是侯友宇还是柯文哲 这很重要 所以这礼拜是一个关键的蓝白整合时间 希望最后能够谈得成 因为最后11月中11月18号 就要开始登记了 时间不等人继续下去的话 就让民党继续让傲慢下去 让王必胜继续在那边笑在那里 所以很谢谢今天的来宾热烈的讨论 我们希望蓝白可以谈得成 那我们下礼拜一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小敏监察院 今天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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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